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还让一波波打上岸 五名小朋友追逐细水 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仔细一看 周围竟然没有任何家长雇者 这五名就读小学三四年级的孩童们 上个月三十号早上八点多 趁着大人们上班不在家 一起到花莲新城海边玩睡 附近民众看见他们没有大人陪伴 担心他们遇到危险 立刻报警 我们新城拍子所 以及沙东岸型的弟兄 接到民众的包安 立刻赶过来 把五名正在这边 在这个大浪前 追逐海浪的小朋友带回岸边 园警赶到现场立即吹哨警示 但浪声和怀哨声太大 盖过哨声 最终园警冲伤前 才将意犹未尽的五名孩童 拉回安全处 警方提醒 团警们暑假玩睡消暑 身旁物品药大人陪伴 避免发生汗事